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将黄盖 黄将军亲自来了 元盟主请看 末将这把战剑 已经砍杀过二十五个西凉贼子 剑身已残 剑锋崩去 此时此刻 我数万江东子弟 就像这把战剑 正在虎牢关下 与西凉军孤军血战 而你答应的 梁祥 战马 军械 现在何处 黄将军莫及 梁祥 军械 我早已叫元柱给孙将军送去 两行 三五日之内 必送到 还说三五日 如今几个三五日都过去了 我主公一不见梁响 二不见军械 三不见援军 而我进官时却看见 众诸侯都在营中饮酒作乐 根本不见建军的迹象 哪里哪里呀 武镇诸侯已经率兵出关了 不日即可与孙将军会合 这样吧 黄将军还是退下歇息 容我稍作布置 不 丁盟主 我主公说了 不见粮草军械 我就不离开盟主寸步 黄将军 日落之前 我定将两项军械交陪于你 好 袁盟主 一言为定 再不食言 一言为定 有如此见 黄将军 还是退下歇息吧